01檔案我是米 亞特蘭大美國HipHop之道 這裡擁有超過300個專業的錄音室 60個音樂場館和30個音樂節 這個城市出了很多頂級的rapper Ti, Kooji Ming, Ludicrous等等 亞特蘭大也成為法國新興音樂人才的最佳地點之一 2012年6月7日 亞特蘭大警局接到報案電話 說向Northside醫院停車場發生唱擊 警方趕到現場 一架白色的奧迪A7車槍有幾個子彈洞 駕駛座一個男人身中多槍,流血 案發就在醫院停車場 傷者馬上送上去搶救 但是半小時後 醫院宣布搶救無效,傷者死亡 目擊者表示 聽到槍聲之前 見到有兩個可疑的男子在停車場 兩個都是黑人 其中一個身高大約1米8五 另外一個身高1米6左右 傷者沒有帶任何證件 庫駕地上有一枝裝了長彈甲的Glock手槍 車裡面一個裝了5000美元現金的袋 還有兩部電話 查這架車的主人 發現車的主人並不是受害者 警方掃描他的指紋 查到受害人叫Melvin Vernell 19歲 Melvin是亞特蘭大音樂圈的一個rapper 偽名Little Fat Little Fat由14歲開始說唱 先後推出了多張轉輯 被槍殺前幾個月 剛推出Counted Money等歌 向當地音樂圈大受歡迎 警方剛查到受害人基本訊息的時候 受害人留下的兩部電話當中 其中一部一直響 內電的人顯示是Baby Ma 接起電話 對方問電話的主人去了哪裡 她說她是電話主人的未婚妻 現在人就在醫院樓上的產房 很快就要分眠 但醫生說風險不小 因為胎兒只有七個半月 這個時候的她還未知道 未婚婦在樓下的手術室搶救無效去世 所幸BB順利出生 母女平安 只是BB出生的這一天 她的爸爸就走了 警方通過和Little Fat的未婚妻溝通了解得知 Little Fat當日上午和地產經紀在一起 看了很多樓 中午他們去匹派吃飯 然後Little Fat就去了醫院看未婚妻 在下午離開醫院之前 Little Fat說自己要去見製作人談唱片的事 再之後就出了事 警方去到Little Fat家裡找線索 發現她家後門開了 房子很亂 顯然已經被人破門進去搜過 整間房子有很濃的大麻味 但是沒有發現有大麻 在這裡找不到其他太多有用的線索 警方去調查車主 車主和Little Fat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把車借給受害人 Little Fat的死會不會和車主有關 警方直接去到車主家裡敲門 他們留意到 在車主的門口還停了一輛Mustand 警方問她是不是就是那輛A7的車主 她說是 問她懂不懂Little Fat 她說不懂 問她的職業 車主說她是一個貨車司機 警方問 以她的收入是怎樣養得起 那兩輛根本就不便宜的車 她說她自己不開這些車 她只不過是以她的名義去買了這些車 然後給一間叫Global Elite的造車公司 造車公司把這些車高價租出去 她就從中賺錢 造車公司的老闆叫Mani 到底是誰要殺了這個年僅19歲的新興rapper 通過Little Fat身邊的親人朋友 警方了解到 Little Fat出身在巴頓魯治 來亞特蘭大發展之前 她跟巴頓魯治的一個rapper朋友 Little Boosie關係很好 但是傳聞後來他們兩個有了過節 之後就很少來往 Little Boosie因為非法槍枝和毒品被判了8年 現在正在獄中復刑 而Little Fat的事業就發展得越來越好 會不會是Little Boosie叫人殺了Little Fat呢? 警方去到監獄調查 在Little Fat被槍殺的第二天 有人打給獄中的Boosie 在得知自己以前的好朋友Little Fat被槍殺之後 電話當中的Boosie反應很大 很傷心 再檢查他所有其他的通話錄音 也沒有任何跟Little Fat槍擊有關的資訊 詳細調查確定 Little Boosie與此案無關 這條線索斷了 不過幾天之後 亞特蘭大的FBI特工聯繫負責調查的警官 他們說 有一個機密線人知道這案的作案人是誰 這個線人已經與FBI合作當年 情報一直可靠 線人說 作案人是Gary和Desensei Gary是阿拉巴馬州的黑幫BGM的元老 他涉及非法槍支、販毒等犯罪 Desensei來自加州 是當地的一個籃球明星 他因為想成為一個rapper 所以由加州搬到了亞特蘭大 來到這裡之後 他發現這裡的大麻又貴又不好 和加州的比爭太遠 他覺得當中有利可途 就聯繫加州種大麻的朋友 將加州的大麻買到亞特蘭大 過程當中 他認識了BGM的元老Gary 兩人一拍即合 慢慢 Gary所在的蒙哥馬利斯的大麻供應幾乎被他們壟斷 警方調查他們兩個的電話信號記錄 在案發之前 他們的確在醫院出現過 而且當日Gary和Desensei一直在一起 但是 他們為什麼要殺了Little Fat呢? 案發兩個星期之後 警方接到另外一個報案電話 說他知道是誰殺了Little Fat 他說了兩個人的名字 Gary和Maurice Gary警方知道 FBI戰人已經提過這個人 但是Maurice警方是第一次聽 查這個人的背景 他也是BGM的成員 是Gary的手下 剛好的是最近Maurice有過一次超速駕駛記錄 時間是2012年的6月6日 也就是案發的前一天 調查人員去查當時的執法記錄儀 看到當時車上總共有兩個人 一個是開車的Maurice 另外一個叫D'Andre 當時警方問他們去哪裡 他們回答去亞特蘭大參加一個撞禮 Maurice身高1米8幾 D'Andre就1米6左右 兩個人的外形符合案發時候目擊證人 對兩名可疑男子的描述 追查他們的電話信號記錄 發現案發當時他們正在醫院 而且在其他人報警說 有槍擊案的大約半分鐘之後 Maurice向醫院打了一個電話 目前 調查人員總共有4個嫌疑人 但是他們還有很多疑問 作案人為何要殺了Little Fat 他們是怎樣知道受害人的行蹤的呢 帶著這些疑問 警方準備問話租車公司老闆Maurice 想看看他這邊有沒有什麼線索 但這個時候 FBI表示警方不可以問話Maurice 他受到保護 再一世問 原來FBI那個提供線索的重要線人 就是租車公司老闆Maurice Maurice受到FBI保護 警方無法觸碰 他們只能夠通過其他方式繼續調查 Little Fat的愈害引起很大關注 警方也收到很多電話提供線索 但是深入調查之後發現 基本上都是假線索 或者對案件無什麼幫助 警方需要找到兇手的作案動機 另外 Little Fat當日和地產經紀一起 起了很多樓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後去醫院 整個過程Little Fat一直不停移動 狀案人怎麼會知道他的行蹤呢 直到有一天 警方收到一個電話 電話裡面的人說 他有Little Fat謀殺案的線索 槍手曾經向他講過狀案細節 警方之前已經收到過太多類似的假爆料 對這個來電 他們也沒有抱什麼希望 見警方在電話中不抵不吊的態度 來電的人直接講出了很多 警方從來都未向媒體公開過的細節 例如作案用的槍、案發的具體時間等等 他說 作案人是D'Andre 警方再問 那他是怎麼知道Little Fat在哪裡呢 對方回答 Little Fat的車有GPS追蹤器 是一個俄羅斯人告訴作案人 Little Fat的具體行蹤 而這個俄羅斯人就是FBI的重要先人 Mani 也就是車行老闆 Mani在自己所有車上都裝作GPS追蹤器 警方正在檢查Little Fat的這輛A7 果然發現了追蹤器 這個追蹤器是由一間叫Imetric的公司提供服務 警方聯繫該追蹤器公司 他們根據追蹤器的敘利圖 確認使用者的確是Mani 在Imetric的網站 登陸Mani的賬號 可以看到所有車輛資訊 並且可以看到Mani 在什麼時候查過哪輛車的具體位置訊息 按法當日 Mani的賬號 每隔二、三十分鐘 就會查一次Little Fat的位置 所以 是Mani把Little Fat當日的位置訊息 告訴槍手 雖然已經搞清他們是怎樣作案 怎樣找到Little Fat 但是目前手上的證據依然是未夠 警方覺得 如果幾個嫌疑人當中 有人願意指證其他人 那就容易凸多 四個嫌疑人當中 警方分析 Decense又加州過來 和其他人認識的時間不太久 不像Gary和DeeAndre等 是幫派成員 警方決定把Decense作為突破口 他們打給Decense 想跟他聊一下 但是Decense拒絕 要警方直接找他律師 警方嚇他 Mani 已經把他們全部都供出來 叫他自己好好考慮 幾天之後 Decense的律師打給檢控官 說他們希望可以達成協議 Decense願意轉做污點證人 警方和Decense見面 Decense把所有他知道的事情都告訴警方 同時他還供出了另外一個人 Kelvin Kelvin這個名字 警方在之前的調查中見過 但是沒有把他列入重點調查對象 Kelvin主要是負責為幫派 在亞特蘭大和蒙哥瑪莉之間運送大麻 警方仔細查他的記錄 發現案發那幾天他和Gary等人一直在一起 警方聯繫了Kelvin 在特製警方已經掌握證據之後 他表示願意出庭作性 警方問他們為何要殺了Little Fat Kelvin說出了當中的原因 原來在2012年6月1日 也就是案發的6天之前 Kelvin去送一批大麻 中途他在油站入油 這個時候一個人走近他 握著一支裝了加長彈甲的Glock 要他把車上的大麻給他 Kelvin只能夠照做 對方拿了些大麻 將一架黑色的街特力離開 Kelvin將被搶劫的事 告訴給Gary他們 根據Kelvin對劫匪的描述 Gary他們知道 這個搶大麻的人 就是Little Fat 於是他們決定殺了Little Fat 所以 說唱新星Little Fat 是因為搶大麻惹來殺身之禍 但問題是 他搶的這些大麻 總共就值萬幾美元 這些錢對Little Fat來說 不算是甚麼 風險和收益根本就不成正比 他為何還要去搶這些大麻呢 另一個問題是 作為FBI線人的Mani 為何要幫這班人追蹤Little Fat 令自己捲入一場謀殺案當中 調查他的背景發現 Mani由1998年起 被控烤炸勒索 縱火綁架等多項罪名 但後來 他和有關部門達成協議 重慶反落 從此他轉做了FBI的線人 經過多年合作 FBI說 他是打擊俄羅斯黑手黨當中 最重要的證人之一 不過 成為FBI線人之後 Mani並沒有停止犯法 他多次被指控出手避道車輛 在Little Fat案件發生之前 Mani正處於換刑期 如果在這段時間他再犯 將會很麻煩 而最近 Little Fat在一次超速駕駛當中 被警方抓到 警方查車的時候發現 車是偷離的 立刻拘捕了Little Fat 並告他偷車 但是 Little Fat的車是由Mani那裡租來 所以到時開庭的時候 Little Fat不會認罪 這樣的話 Mani仍然出售避道車輛的時 將會被曝光 他肯定又會入獄 所以 當Gary他們 因為Little Fat搶大麻 要報仇 來找Mani的時候 Mani覺得 這一次簡直是天賜良機 於是 他立刻配合 你清了所有線索 準備好了足夠的證據 警方逮捕了所有嫌疑人 當中包括Mani 最後 槍手D'Andre被判終身監禁 20年內不得假釋 Maurice被判30年監禁 Gary被判25年 Decency因為跟警方合作 轉為污點證人被判獲刑8年 至於Mani 因為關於他的很多證據 是來自於他跟FBI的溝通對話當中 在法律上 Mani作為線人 他向FBI提供的線報 不可以作為指控他本人的證據 再加上FBI出面再次補他 最後Mani的控罪被取消 所以 Little Fat的謀殺案裡面 雖然Mani提供了Little Fat的位置信息給状案人 但最終 他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